兽影横斜水清浅,暗箱浮动月黄昏,这首饰出自宋代诗人林河静的山源小梅。 我们能看到黄昏的月亮,门到浮动的暗箱,都是我们身体的感觉器官在起作用。 那它们是怎样感知周围环境的呢? 这个视频咱们就来说说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。 当环境产生刺激时,感觉器官会感受环境中的刺激,并发出信息,信息经神经传到大脑,大脑就会形成感觉。 不同的器官会产生不同的感觉,人的感觉器官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皮肤等等。 眼睛会产生视觉,耳朵会产生听觉,鼻子会产生嗅觉,舌头会产生味觉,而皮肤会产生触觉。 藤觉和冷热觉等等。 眼睛和耳朵咱都介绍了,在这儿,咱们主要说说鼻、舌和皮肤。 先来说说鼻子。 一个蛋糕出现在你面前,你会闻到它的香味,这是为什么呢? 我来告诉你,当蛋糕中的化学物质扩向到空气中,会随着人的呼吸进入鼻腔,溶解在鼻腔的粘液里。 然后,它刺激嗅觉神经末梢,也就是嗅觉感受器,产生信息。 接着,信息通过嗅神经传到大脑,产生蛋糕纤维的感觉,这就形成嗅觉了。 但,如果你这蛋糕跟前呆久了,就闻不到它的香味了,这是由于大脑嗅觉中枢适应的缘故。 除此之外,嗅觉还有一些特点。 你会比爸妈的嗅觉敏感,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,嗅觉会减弱。 狗会比羊的嗅觉敏感,这说明不同动物的嗅觉敏感程度差异很大。 而猫会对老鼠的气味敏感,这说明动物对不同气味的敏感程度也不同。 说了鼻子,咱们再说说舌头。 你照一下镜子,可以看到舌头表面有很多小秃点。 你可以小瞧它,这里面大约有一万个味蕾。 味蕾里有很多味觉细胞,可以感受到不同物质的刺激, 尤其对液体物质的刺激特别敏感。 当食物进入我们的嘴巴,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会刺激味蕾里的味觉细胞。 这些细胞接受刺激,将味觉信息通过神经传到大脑,这样就产生味觉了。 我们都知道,舌肠五味,酸甜苦辣咸,其实是酸、甜、苦、咸、鲜。 辣味是对人多种刺激综合后产生的感觉。 而舌头的不同部位对味道的敏感性不同。 舌尖对甜味比较敏感。 舌根对辣味与苦味比较敏感。 舌两侧的部位对酸味比较敏感。 而舌的边缘对咸味比较敏感。 吃东西时,你可以试试哦。 最后,咱们再来说说皮肤。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。 它分布着多种感受器,能分别感受触觉、疼觉和冷热觉等等。 各部位的皮肤对各种刺激的敏感程度也不同。 对热觉最敏感的部位是手背,对触觉最敏感的部位却是指尖。 盲人在阅读盲文的时候,就是依靠指尖的触觉哦。 痛觉还有一个重要功能,就是对人体气警报作用。 当你有了小伤口,会感觉疼痛,这就是告诉你身体受伤了,要注意哦。 好了,总结一下,这个视频咱们说了人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。 人的感觉器官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和皮肤。 先来说嗅觉形成的过程。 气味的化学物质传递到嗅觉感受器。 它接受刺激,传给嗅觉神经,然后将信息传递给大脑。 形成嗅觉。 嗅觉敏感的程度,因年龄、动物的种类和气味的种类等的不同而不同。 味觉的形成过程是,食物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味蕾里的味觉细胞, 然后味觉信息通过神经传到大脑,产生味觉。 舌的不同部位对味道的敏感性也不同。 皮肤具有触觉、痛觉和冷热觉。 对热觉最敏感的部位是手背,对触觉最敏感的部位是指尖, 对人体起警报作用的是痛觉。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?